美加一再用法律借口 为其迫害中国公民的行径 辩护 开脱 但国际社会都清楚 美加所讲的法律 不过是用于美国的巧取 豪夺 打压一级 谋取私立的工具而已 毫无公正性 正当性可言 中方绝不接受 任何形式的政治胁迫 和滥用司法行为 绝不允许中国公民 成为别国政治迫害的牺牲品 我们严正敦促美方家方 正是中国政府 和广大民众的正义呼声 立即纠正错误 解除对孟晚舟的任意拘押 撤销对其的逮捕令和引渡要求 释放孟晚舟 并让她平安回到中国 日方先前不顾国内外的质疑和反对 做出核污染水排海的错误决定 现在又错上加错 不断推进相关政策和技术准备 这说明日方完全没有解决各方关切的诚意 中方敦促日方 认真回应国际社会周边国家 以及本国民众的呼声 立即撤销错误决定 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在同各利益攸关法及有关国际机构 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前 不得擅自启动和污染水排海 明天致出核污染水排海